今天是婴幼儿莫德纳疫苗开打 全台6个月到5岁小朋友都可以预约接种 台大医院在上午就展开了施打作业 医师提醒家长要密切关注小朋友的接种状况 另外国内的疫情目前从高原期缓降 有医师就预估9到11月如果BA.4跟BA.5疫情也燃烧 单日的新增确诊数可能将回到4到5万例 但李敏颖医师认为应该不会回升这么多 还预估接下来可以来讨论松绑入境检疫措施 从3加4改为0加7 针筒才刚靠近小朋友已经吓到爆哭 6个月到5岁幼儿 21号开打婴幼儿的莫德纳疫苗 不少家长一大早就抱着孩子来接种 有些午睡或是午餐的时候还是会拿下口罩 因为同学去诊 所以就是觉得还是有保护力会比较安全 疫苗有可能有一些互作用 例如局部的疼痛还有躁动不安 那我们就是要安抚小朋友 然后多喝水 那发烧的比例在第一季会比较低一点 大概5% 那第二季会比较高一点 大概是两成左右 医师提醒如果孩子打完疫苗 发烧超过48个小时 或是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务必尽早就医 是说本土疫情趋缓 但医师省睁难预估 BA.4 BA.5病毒株的传播力 是BA.2的1.5倍 一旦发生流行 预估至少还要200多万人感染 才能让BA.4跟BA.5的疫情缓解下来 如果从9月延绍到11月 那么每天平均新增确诊数 可能会来到4 5万甚至更高 但医师李敏颖认为 面对BA.4和BA.5 本土疫情应该是微幅上升 不会到单日4到5万人的确诊数字 而他也预估最近这一两个月 可以考虑松绑入境检疫措施 从3加4改为0加7 预估年底前可松绑 他到底规模会多大 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测 不过最可能的是 他就是会有一个小幅的上升而已 而不注意发生 像我们几个月前那样子 非常大的一个疫情爆发的现象 专家认为 只要国内持续施打疫苗 做好基本防疫解封目标 还是可慢慢实行 接纵报道